好 首先非常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由三創協會舉辦的演講活動 那三創協會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很多學長姐也還沒有來參加過活動 所以還是要再解釋一下 這三創協會呢 代表意思就是創新創意與創業 所以我們會不定期的邀請一些創業成功的企業家 來跟大家分享他們創業的成功經驗 那今天我們很高興 就是也很榮幸可以邀請到這也是台大校友 張董事長 他回來為我們演講他的一些真資著見 那他的產業呢 剛好也是目前最夯的產業 至少從股市來看是最夯的 那個所有高價股 全部都從ICT產業往生技類股移了 那這個張董事長的公司呢 這應該也是算高價股之一 股價將近300塊 但是今天晚上呢是絕對不能談股價的 因為是上桂公司 那他今天為我們講的主題是 生技產業框架外的思維 那我們也知道張董事長他是2000年的時候創立基亞生技公司 那主要的業務就是有做新藥開發 那還有核酸檢驗 那還有疫苗開發這三大業務 那這個聽起來都是艱辛漫長又騷錢的這個三大業務 那這個張董事長怎麼在他的運籌圍幄之下 逐漸把這個業務展開 那怎麼樣布局 我想等一下大家可以仔細聆聽 那今天他演講的是生技產業框架外 那我就不知道他的這個基亞公司的這三大業務到底是算 框架內的業務還是算框架外的業務 那就等一下大家也可以請問這個張董事長來聽聽看他這如何來布局他這家公司 那為什麼可以經營的這麼成功 那股價為什麼這麼高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首先就歡迎我們的張董事長來為我們今晚做最精彩的演講